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近日对外宣称 其备受瞩目的Model 2车型将于2026年搭载一项颠覆性的碳纤维电机技术 这项革新性升级的幕后科技 其影响力或将深远彻底颠覆我们对小型电动汽车的固有印象 它并非着眼于单纯的马力数值竞赛 而是致力于打造一种更为轻巧 运行温度更低 续航里程更长的电机方案 可以确定的是Model 2车型将采用碳纤维材料进行电机包覆 这项升级所蕴含的划时代技术有望从根本上改写我们对小型电动汽车的理解 这并非仅仅是关于功率数据的炒作 其核心在于打造更轻盈 运行更低温 寿命更持久的电机 从而以更具吸引力的价格实现卓越的性能表现 一个关键的疑问浮现出来 特斯拉究竟在这项设计中融入了哪些传统汽车制造商尚未掌握的独门技术 请看到最后 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们将深入剖析 碳纤维包覆电机的独特之处 特斯拉为何选择此项技术应用于Model 2 它将如何成为开启评价高性能电动汽车新纪元的关键 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之前 恳请各位支持蔚来科技频道 助我们达成10万订阅的目标 请即刻订阅并开启通知提醒 以确保您不会错过特斯拉在发布会上可能有所保留的突破性技术细节 丰田汽车在全新发动机技术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这些创新又将如何重塑汽车的性能与能效标准 其核心创新在于对发动机尺寸的精细化调整 通过显著缩短活塞的运动冲城 这一关键的工程参数 丰田成功地将发动机的体积缩减了10%至20% 作为参考 目前主流紧凑型轿车的发动机排量通常在1.5至2.0升之间 而丰田的新设计有望将其缩小至大约1.2至1.6升 同时保持甚至提升动力输出水平 这种紧凑化的设计直接优化了车辆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更低的发动机轮廓有助于降低风阻系数高达0.05 理论上可提升高速公路燃油经济性3%至5% 在热效率方面 丰田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目前高性能内燃机的燃料能量转化率通常在35%至40%之间 丰田新一代技术的目标是将热效率提升至45%至50% 尤其是在与混合动力系统结合使用时 其优势将更加突出 举例来说 一款标准的2.0升发动机 在维持160马力输出的情况下 通过新技术可实现180-190马力的功率提升 且油耗保持不变 或者在维持160马力输出的同时 燃油消耗降低10%至15% 此外 该发动机的设计符合预计将于 2027年实施的O7排放标准 这些新的排放标准可能会要求实际氮氧化物排放量较现有法规降低55%至60% 丰田的这一设计使其在未来的法规挑战中占据先机 并且预计其合规成本远低于全面转向电动汽车平台所需的巨大投入 如果今天您需要购置一辆新车 您会出于便利性考虑选择燃油效率高的汽油车或混合动力车型吗 如果您的答案是前者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您会因为电动汽车代表着未来而全力投入其中吗 如果您的观点与后者一致 也请留言分享 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袱电机将如何重新塑造电动汽车驱动的未来格局 其电机性能指标堪称一次彻底的革新 以2024款Model 3高性能版为例 其拥有高达460马力的强劲动力 0-60英里飞小时的加速时间仅为惊人的2.9秒 高达460马力的澎湃动力配合2.9秒内即可突破百公里的迅猛加速 充分展现了电动驱动系统与生俱来的优势 与需要依赖复杂的变速箱系统传递动力的传统内燃机不同 电动机能够实现顺时扭矩输出 这一特性从根本上改变了驾驶体验 能源效率是特斯拉技术领先的另一个关键方面 当最先进的内燃机仅能将40%至50%的燃料能量转化为机械动能时 特斯拉的电动机却能实现高达90%至95%的能量转换效率 令人瞩目 Model 3长续航版配备了75至82千瓦时的电池组 单次充电可行驶约328英里528公里 并具备快速充电能力 仅需20至30分钟即可补充80%的电量 其核心创新在于特斯拉对电机转子结构的颠覆性改造 通过采用精密设计的碳纤维套筒来替代传统的金属转子结构 特斯拉同时解决了多个关键的工程难题 碳纤维缠绕技术的应用 使得转子在极高的转速下 仍能保持前所未有的稳定性 电机的转速可以达到20000转匪分钟 这一数值比传统电动机的性能上限高出近50% 实际的性能数据有力的证明了这项技术的卓越之处 以Model Display的车型搭载的碳纤维包覆电机为例 它实现了超越传统汽车物理极限的加速性能 仅需1.99秒即可将重达 两吨的车身从静止状态加速至60英里飞小时 这一惊人性能源于精密的三电机配置 通过智能的动力分配策略实现 一台电机专注于优化能效 而另外两台高性能电机则全力投入极限加速 由此构建的动力系统能够爆发出高达1020马力的惊人功率 使其挤身超级跑车的性能行列 其制造工艺本身就代表着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 特斯拉在其位于德国的工厂前身为格罗曼工程公司 自主研发了专用的绕线设备 能够实现碳纤维的微米级精密缠绕 这项技术挑战极其艰巨 需要制造出能够承受极端离心力 并在温度剧烈变化时保持尺寸稳定性的高强度碳纤维套筒 传统的制造工艺根本无法达到如此严苛的供查要求 这迫使特斯拉实际上重新定义了电机生产的技术标准 该电机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整体的工程设计理念 碳纤维套筒不仅显著提升了性能表现 更从根本上革新了电机的热管理与结构完整性 通过使转子始终处于恒定的压缩状态 特斯拉成功突破了传统电动机的多重技术瓶颈 碳纤维与铜材料之间存在热膨胀系数的差异 但经过精密的工程设计 确保了电机在从极地严寒到沙漠酷热的各种极端工况下 都能保持最佳性能 特斯拉成功地将这项尖端工程技术 转化为可大规模量产的解决方案 将前沿的理念转化为成熟的制造工艺 碳纤维电机技术的实际应用 揭示了一条远超实验室演示的清晰战略路线图 2021年问世的Model Spray的车型 成为了这项技术的终极概念验证 这款车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 0至60英里飞小时加速时间 不到2秒和200英里飞小时的最高时速 树立了新的性能标杆 即将推出的特斯拉Model R Redwood或Model Q车型 将为碳纤维包覆电机技术开辟 令人兴奋的新应用领域 代号为Redwood这款紧凑型电动汽车计划 于2025年上市 旨在以低于3万美元的售价 普及高性能电动汽车 埃隆·马斯克暗示 该车型将整合先进的电机设计 有望通过单电机配置实现高达2500牛M的轮毂扭矩 近管宇三电机版Model Spray的10000牛M相比 有所保留 该车型的目标续航里程为500公里310英里 将搭载新一代50到60千瓦时的电池 采用TLM3P化学体系 实现每公斤210瓦时的能量密度 Model R将通过碳纤维包覆电机 高达90%-95%的效率 最大限度的提升续航里程与性价比 对比分析清晰地揭示了特斯拉创新的深度 传统的金属包覆电机本质上受到材料特性的限制 在高速运转时性能会显著衰减 而碳纤维电机则能够在极端的工作条件下 保持其结构的完整性和性能特性 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覆电机在性能上 全面超越了丰田新一代的内燃机 这也凸显了丰田在混合动力与氢能源技术方面 相较于特斯拉电动技术主导地位的局限性 丰田的战略是压助于技术的多功能性 通过对内燃机进行改造 使其能够适应合成燃料或氢能源 然而这种灵活性是有代价的 燃烧过程固有的复杂性和较低的能量转换效率 反观特斯拉的电机 能量能够以极低的损耗直接传递至车轮 提供更加平顺更加强劲的驾驶体验 这是丰田多级能量转换流程难以企及的 例如丰田的发动机需要精密的温度管理系统 来降低热能损耗 而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覆转子 则可以在更宽广的温度范围内保持稳定 确保在严寒的冬季或酷热的夏季 都能维持恒定的性能 这些极端环境往往会考验 丰田机械系统的耐受极限 经济与环保优势同样倾向于 特斯拉碳纤维电机的精简设计 大幅降低了维护需求 无需更换机油运动部件更少 而丰田的内燃机即便搭载了混合动力系统 仍然受到燃料成本和保养周期的制约 在环保层面 特斯拉的零排放特性 完全超越了丰田对燃料供应链的依赖 即使氢能源的未来潜力巨大 当特斯拉与不断发展的 可再生能源电网协同发展时 丰田通过多种燃料适应性 来控制排放的努力 远不及特斯拉本质上更清洁的电动基础 彻底消除了尾气污染物 丰田正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 其内燃机技术的升级 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来改造生产线 以满足未来的法规要求 而特斯拉的电机技术 已经全面应用于其全系车型 从豪华轿车到经济型紧凑车 曾经的碳纤维绕组工艺瓶颈 如今已成为特斯拉持续量产高性能 且价格日益具有竞争力的电动汽车的关键 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覆电机 代表着对传统汽车工程的勇敢突破 重新定义了电动推进技术 凭借无与伦比的效率 极致的功率输出 以及尖端的制造工艺 特斯拉再次证明 其正在不断突破技术可能性的边界 您认为丰田的下一代发动机技术 能否与特斯拉的电动技术突破相抗衡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真知灼见 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内容富有启发性 请点赞订阅并开启通知功能 确保您不会错过 特斯拉及电动汽车技术的最新动态